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亦得以谷 不亦得以谷 汉鲁注解为善 汉朝的大鲁注解谷这个字 注解为善 善恶的善 试文解释为路 在试文里面解释这个谷为路 这个福路的路 应当采取路的解释 那么这是写入老人 他举出来采取路的解释 比较正确 只曰三年学不至于谷 不亦得也 三年不至于谷 学三年不再求路上 这种人难找 这个学了三年 那么他不再求这个路位 这个 我们一般讲功名利路 那学了为什么都在求路 功名利路 以前读书人就是求起功名 读书自在功名 那不是读书自在圣贤 都在求路这上面 那学习三年不至于谷 学三年不在路这上面求 这种人很难找 不亦得也很难 很难找这样的人 那么这张书 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意义 这个意识 就是真正读书自在圣贤的人 实在上也不容易 也很难找得到 读书把字改为字 不可改经 这个写入老人在这里又挤出来了 这个字不至于谷 这个诸子的触解 把这个字改为 字向这个字 改为同字这个字 这个字给人家改了 这个写入老人讲 不可改经 不能把那个经的原文 文字给人家改了 改动 因为改一个字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这个不可以改 所以说如果对经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看法 可以住在旁边 言论还是要保留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不然原来是对的 改错了 那就很麻烦了 会给人误导 这个在佛法讲也要背因果 好 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好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